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無首是做前線救援的 動物醫療這幾年大家都知道 因為很多醫生不是從香港離開 醫生都會有相當的困難 不是每個醫生都會接我們的工作做 因為我們主力都是做流浪動物 流浪動物一定是骯髒了 傷得很嚴重或者會留遠很久 所以都明白是困難的 如果有一間診所或醫療中心 我相信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長遠來說如果我們的醫療費用這麼大 我相信有一間診所會省得很多錢 我們這裡有8800多呎 整間醫療中心中間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E&R Center 就是搶救中心 你看到我們旁邊的門 是完全設計的 就是有些trolley 直接是推進去 直接是打橫進去的動物 旁邊全部包圍著就是 譬如藥房、X缸房、手術室、染血的地方 變成我們搶救動物的時候 就會更加得心應受 所以中間那裡我們是 下了重盤去做 希望可以在搶救方面做得更好 另外我們的dog walk 比較大 因為我們有多動物 Cat walk 我們都是用了各種標準 是Cat friendly的標準 因為我們這裡比較大 我們那邊有dirty room 即是我們叫隔離磅 我們可以做隔離 還有可以新進來的狗 在那裡處理先 那年一個禮拜前來到這裏診素 那時阿Ken哥救他的時候 很大鼓鷹蟲的傷口 他本身的性格比較 怕、緊張 就下不了粉 來到麻醉了才可以 看到毛細傷口 那現在他的傷口 都麻得很帥仔了 預計兩個禮拜之後就會 就可以幫他找家裡回去 現在診所情況都會很忙 很多動物都需要幫忙 Cat walk 救了很多動物回來 所以都會比較忙 香港夏天的時候 都是比較多動物 受到烏鷹蟲的傷害 牠們很容易受傷 因為潮湿環境有很多烏鷹蟲 牠們很多次因為烏鷹蟲 就要死了 Bonnie真是很幸運 其實牠們當受了傷 就會很害怕就會躲起來 就會比較難找到牠們 那如果遲了找牠們 其實可能 哪怕只是一天 那牠們都可能會死 現在無手手衣變成烏鷹蟲專門店 十六地交流院 有十四隻烏鷹蟲 我希望無手手衣中心 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關注多些流浪動物 還有流浪動物 其實得到醫治的機會 其實是很少 有一般來說 牠們的意外 或者牠們的傷勢 都是比較嚴重 但是奈何昂貴的醫療 不是每一隻動物 都可以做到適當的照顧 那我希望這裡可以 提供到更多的機會 給牠們在這裡醫治 或者其他義工 或者其他流浪動物 都可以得到更加貼心的醫治 還有成本可以降低一點 而令到件事 可以蓋多些流浪動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